Hello同學,大家好,又是我Mr.Soul 如果你已經看完這個video1-4,我們已經講完12課的所有內容 其實你現在已經可以準備了我們的worksheets 但我還未派給你,所以我上網先用video教你 接下來你拿回worksheets,你就可以做回去交給我 但你看到我在這個video裡發覺是用中文解釋 希望大家同學聽得更清楚更明白 有什麼聽不明白的之前的英文 lesson video 你可以在worksheets聽得明白 有什麼不懂的話,也可以問身邊的同學,幫助大家更了解課文的內容 我們來看看第一條,第一條就說 The diagram below shows a lotus plant,原來是蓮花 Among the following structure,1-2-3-4 以下哪有一個不同的genetic composition 我們來看看1-2-3-4,各自代表什麼 好 這棵是一棵蓮花 所以我們說5號,即是蓮的本身 這是一個parent plant 我們來逐個逐個逐個看,我們先看3和4 3和4是個蓮藕 由中國生出來的 那是應該和那個兒童的不一樣 應該和這個兒童的不一樣 因這個樣子,要求你幫助它 其實是一個vegetative organ 是用vegetative propagation 我們快要說,是 Sultanate 是Asexual Reproduction 的方法 你可以在旁邊寫下 Use Vegetative Propagation 下一種Asexual Reproduction 的方法 所以我們應該知道3和4和Parent Plan應該是Genetically Identical 在這裡寫下 應該是完全一樣的 我們再看看其他 2號是甚麼? 2號是水果 Fruit是甚麼? Fruit是由哪裏? 由Ovary Ovary是甚麼? 也應該Ovary和Parent Plant應該是Genetically Identical 現在只不過是由Ovary變成植物的Fruit Wall 所以應該也沒有任何不同 我們看看最後 剩下1 1是甚麼? 1 我們叫蓮子 子 我們叫蓮子 即是seed 如果是seed 一定是From Fertilization 即是有甚麼process 一定是 by sexual reproduction 所以 唯一一個不同的structure 是Genetically Different的 我們應該找到答案是1 因為它是seed 好 然後我們來看第二條 第二條的題目 也是用回這幅圖 也是講過Lotus Plant那年 我問你 以下哪一個individual 應該是Genetically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即我們ABCD 裡面那兩對東西 究竟是否完全不同 我們選一選 這條題目 其實跟剛剛第一條很相近 我現在給你30秒時間想一想 為甚麼 跟剛剛的答案其實很有關 我們用30秒時間想一想 好 時間了 我想有大部份課 應該都猜得到答案應該是甚麼 答案應該是A 我們來圈下A 為甚麼呢 因為我們說seed of the same fruit 同一個果實裡面 應該有很多粒 我們叫做seed 種子 每一粒seed 都是由各自的ovum 去做fertilization 所以你可以在旁邊寫下一個remark 我們說 Each seed Each seed comes from fertilization of different ovum or female gamete 每一粒seed都是由各自的fertilization 去做出來 只要有fertilization 我們就發覺 genetically different 一定會有 第三條 第三條 請問你 which of the following description about pollen grain is correct 有關那個花粉 好 我們大家看看 ABCD 我又給你30秒時間想一想吧 3個答案 3個答案 應該是甚麼呢 正確答案 應該是 C 好 我們看看C 如何適合 這條 我們上課 講過的 Videos 也講過 Videos Polland grain 我們這個花粉 Germany 做了Polland tube 出來 when they land on the stigma of the same species 我們括著 Germany 甚麼呢 Germany的Polland tube OK 括著 好了 我們看看其他option 為何錯了 A 他就說 Polland grain are the male meat of the plant 錯硬了 為甚麼呢 因為Polland grain 只是carrier of the male meat B Polland grain can produce nectar to attract insects Polland grain 花粉 是不應該 製成花物 甚麼製成 nectar 我們括著 應該是 produced by 還有 我們的 Nectary 蜜線 有個蜜線 有個組織專系製造花物 就不關於花粉 我們看看D 他說 Polland grain of the insect pollinated flowers usually smaller than the wind pollinated flowers 錯了 應該是比較的 那些要黏在昆蟲 腳上的花粉 應該越大粒 越不規則 越有尖尖 有尖尖 越容易黏在昆蟲腳上 所以應該要大粒 不是小粒 所以答案應該是C 第四條 他說 有四款不同的水果 以下哪種水果 可以carrier seeds 使用動物 使用動物 使用水果或種子 帶你離開原本的植物 有什麼方法呢 只有兩款 例如吃掉它 走去很遠 把那粒種子帶軟了 或者是那粒種子或水果 黏在你身上 走到很遠 便把牠放在地上 帶軟了 你選擇了什麼呢 答案 給你五秒 五 四 三 二 一想也不用想 應該是A A應該是 這兩款應該是Bianimal 因為 一那隻 你會看到牠有些 勾勾 有些hooks 勾著毛髮 皮膚 衣服 一個地方 帶牠去另一個地方 拍牠 又在新的地方生長 二 很juicy 一個番茄 吃了牠 跟著裡面的種子 跟著你的身體 一路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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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到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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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地方 唯一我想說的是什麼呢 三和四 三和四是什麼來的呢 其實這兩款都是By Wind 因為你看到三這款 它好像有一雙翼 有雙翼 有雙翼 四 你看到整個Pariswood 好像降落傘 又是很容易隨風飄散的 所以一二就是 Dispersed by animals 第五條 第五條 立刻 就展示了一個Diagram 給你了 有一個Section of a flower 有一二三四五 五個Structure 做題題目之前 你必須要告訴我 一二三四個字是什麼 才能做得到的 我給你十秒時間 你想一想 究竟一二三四五是什麼 來的呢 OK 好了 應該找得到一二三四個字 看看一是什麼來的呢 一一 它不是花瓣 一應該是那個 Zaple 托著花瓣 那塊綠色的東西 好 那二號是什麼 有點難看 它是在Ovary裡面的一點 所以其實它是一個Oviel 好 那三其實就是Ovary 好 四是Enpha 五是一個Stigma 好 找到一二三四五了 那麼 第五條問你 Haploid cells在哪裏做出來 Formed in 哪裏呢 不是Haploid cells是什麼 Haploid cells應該是Gamets 那些Stack cells 就是Chromosomes 少了一半 那些 所以你應該找得到答案 Either是 4 或者Either是 2 所以你應該找得到答案 2 好 又是大陸題 看看 以下哪個Structure Responsible for receiving Polland grains 那是一個 讀出來的地方 專門用來接收 Polland grains 想都想到 應該是5號 Receive Polland grains OK 第七條 它就說 以下哪一個 是Advantage of Asexual reproduction Asexual 即是無性生殖 即是No Vertalization 所以呢 你的Obspring 或者我們出來的子女 應該是怎樣 應該是Obspring 抹著 是Genetically identical 好 完全和Parents 是沒有分別的 子女和子女之間都沒有分別的 大家都是一樣樣的 一樣的DNA 一樣的基因 好 以下是甚麼Advantage 答案呢 應該是 可不可以colonize New Habitite rapidly 不行啦 它都沒有variation 是嗎 那麼就說 No variation 很難adapt to a new habitat 很難colonize a new habitat 去到新地方 轉少許可能會死 因為它沒有大變化 有變化才可以 在新的地方生存得到 第二 Preserve the good trait from parents 對呀 Parents有甚麼好的 Good character Good trait 有好的特徵 你也有 你遺傳得到 因為一樣 第三 Obspring adapt to their parents' natural environment 對呀 那你父母在那裏住開 住慣住熟 住得好 你和父母一樣 genetically identical 你也在那裏住得好 所以答案是2 3 7c 第八條 第八條 我們說是 展示了appearance of a pollen grain in certain part of a flower 立即見到 這顆是polland grain 下面這條是甚麼來的 這條是polland tube 在哪個地方你會發現 polland grain生了polland tube出來 答案只有一個 給5秒時間想想 答案應該是 A 因為你的polland grain 貼在上面之後 會生出polland tube 你應該在A那裏找到 其他地方是不會有polland tube出來的 其他地方是不會有polland tube出來的